各位同志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10月11號星期三 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好 那今天也是 雙十連假後的第一個交易日 其實說在這四天之內 國際上發生了很多 蠻大的事件 包含說尾巴戰爭 包含像是 非農就業數據 大幅度的高出市場預期 但是你去看 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就是說在連假期間 發生了這麼多 其實全部都是 不利於股市的因素 全部都可以解讀成是利空 而且都還是不小的利空 全部都是不小的利空 但是累積到昨天晚上 每股是大漲 每股大漲了 至少是2%以上 所以我先給大家一個結論 今天的台股很有機會 去挑戰季線的位置 挑戰季線是什麼意思 挑戰季線就是 今天台股有機會 漲到200點 有機會漲到200點 才開始出現賣壓 所以你去看 我們在上禮拜 其實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真正的行情 雙十連假過後 才會開始發動 而且我一直跟大家強調其實 台股現在他已經進入了 無敵新興的狀態 你去看 這四天的廉價 真的也是證明我們的 我們的論點 完全沒有錯 你說這個非農就業數據 大幅高於市場預期 加上 這個以色列 還有像是以色列跟哈馬斯組織的衝突 這兩件事真的都不是什麼小事 但是不論說美元也好 原油也好 還是說美股也好 幾乎是沒有受到影響 我們這樣一槍一槍慢慢來看 你會知道為什麼 我上禮拜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要買就是趁現在 要買就是趁上禮拜 因為在這禮拜三 開高的機率非常的高 還記得吧 上禮拜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禮拜三開高的機率 非常非常之高 而且我跟你說 我們就先以這個禮拜來講 最後最後最後的不確定性 就只剩下CPI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如果說這禮拜的消費者物價指數 符合市場預期 不要出現那種很誇張的數字 那我跟你講 台股一定會大漲 台股在接下來的一個月 或是說接下來一個季度 一定會大漲 我先帶大家來看 其實你去看 從我們放雙十連假開始 就星期五晚上 第一件公布的事情 就是非農就業數據 說真的 非農就業數據是大幅度的 高於市場預期 算是出乎我們的意料 出乎意料 因為說市場預期 大概是17到18萬人 結果開出來30多萬人 足足高出了一倍 非農數據高出一倍 這是不得了的事 這代表說 就業數據非常的強 聯準會他升息機率 是非常非常高 你去想 如果說以前幾個月來講 或是說如果說我們 以去年來講 你去想想看 如果非農就業數據高於 市場預期高於一倍 我跟你講 每股跌個800點都有可能 真的不誇張 小稻窮跌個800點 都是有可能的 費半指數跌個2%差不多 因為這個數據太誇張了 但是你去看 我帶大家來看 上禮拜五這個數據出來的 美股它是怎麼走 你先去看 道瓊 這一根 這一根黑K棒 這一根紅K棒 長紅K就這一根 這就是當時 非農就業數據出來的K棒 它是先開低再走高 非常的強喔 先破底 馬上往上走高 這是道瓊 那我們再去看 費半 費半就更強 更誇張 你去看這個走法 這一根 這一根長黑就是當時 非農出來的狀態 一樣是先開低 再走高 一度是要破底 先開低 馬上大漲 大漲的大約是 將近是2%左右 這一根長黑 所以你看 不論說費半也好 還是說道瓊也好 在非農數據出來之後 都是先開低 再走高 而且都是大漲 所以你看這不就是 證明了一件事 證明了我們上週所講的 論點 絕對沒問題 你去回顧一下之前的狀況 非農數據高於市場預期 高於將近是一倍 美股還能大漲 還能大漲 真的是說 這樣子的狀況 如果說放在前幾個月 我跟你講道瓊跌個800點 真的是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就是跌個800點 結果沒有 完全沒有跌 因為說如果說我們 單純以非農數據 這個數據來看 這一次的非農數據來看 大概是今年最爛的一次 今年最好的一次 但是對於股市來講 就是最爛的一次 結果完全沒有跌 所以這其實就是 完全是證明我們的論點 就是說 其實說這些數據 或是說到底生不生息 怎麼樣 對於股市來講 這個已經構不成什麼 任何的威脅了 因為 因為就算在生息 就算在生息 也不過就是一次 也不過就是一次 所以其實 光是看這樣子的狀況 飛龍出來 美股完全沒有動 就可以知道 這些數據對於美股 或是說台股來講 已經構不成威脅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第四季我們就是盡全力去賺 我們就是盡量的去賺 因為幾乎是沒有什麼力空 可以影響台股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所以你看 這是第一件力空 第一件力空 美股不但沒有跌 而且是開低走高 還大漲 那第二件力空 就是以色列跟哈馬斯組織的衝突 好 那你去看 這就更有趣了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衝突 這不是小事 但是 美元指數不但沒有漲 而且還下跌 這個真的就厲害 你去看 因為正常來講 以色列跟哈馬斯組織 他們衝突 市場預期一定會說 原有會大漲 只要說原有大漲 避險的資金一定會轉去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理論上 它也要跟著大漲 但是你去看 美元指數怎麼走 大跌 也不算大跌啦 就是回檔 回檔 這非常非常的誇張 這個以色列跟哈馬斯組織的衝突 大概是在 這一根 這一根上引線左右的位置發生的 當時一樣 這一件衝突爆發出來之後 美元指數事先開高 再走低 一度是大漲沒有錯 但是過不久 馬上再走低 一路下滑一路下滑 這個走勢很誇張 你說以色列跟哈馬斯組織 這不算是什麼小事 美元指數竟然沒有大漲 往下跌 一路這樣往下跌 這就代表說其實市場的避險情緒 一點都不強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子的現象 好那你去看 這件事 尾巴衝突發生之後 美元指數沒有跌 原油也沒有跌 重點 包含美股也完全沒有受影響 有沒有 連續性的上漲 一直到昨天還在漲 這是道琼 這是廢半 一直到昨天還在漲 往上拉 那你說為什麼 為什麼說 尾巴衝突發生了 原油不但沒有漲 美元也沒有漲 美股連跌都沒有跌 其實這個邏輯很簡單 就算我一直跟大家講 任何的狀況 我們首先一定要去了解 它的產業跟總經狀況是怎麼樣 其實說這一次尾巴衝突 它的時空背景是這樣 大家會擔心說 它會不會演變成當時 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基本上是不可能 因為當時贖罪日戰爭 會這麼的嚴重 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它故意去減產石油 那故意去減產石油 就會讓石油的價格大漲 石油價格大漲 一定就會影響到美股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 因為其實以色列跟 這個哈馬斯組織 它打起來 那市場最擔心的 就是一件事 就是原油會大漲 如果說原油不會大漲 那一切就沒有問題了 完全沒有問題 那其實說以這一次的立場來講 那其實說以這一次的立場來講 沙烏地阿拉伯他的立場 是比較偏中立 那只要比較偏中立 就不會有故意去減產石油的狀況 那不會故意去減產石油 自然就不會出現 油價恐慌性的大漲 因為其實說這個時空背景是這樣 哈馬斯組織為什麼會去打以色列 主要是因為在前幾個月之前 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 他有簽署聯合協議 他這個聯合協議主要就是說 沙烏地阿拉伯他去增產石油 幫助油價價格往下壓 對於美國有利 那美國要去幫忙沙烏地阿拉伯 去協助防禦伊朗 那沙烏地阿拉伯 同時他還要承認以色列的存在 這是一個三方的協議 那因為說哈馬斯組織 他會去打以色列 主要就是不要讓以色列跟 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的關係因為這項協議正常化 總之反正他的邏輯就是這樣 時空背景就是三方協議所引發出來的 詳細的大家也不用特別去了解 你只需要知道結論 結論就是說 沙烏地阿拉伯在這次的事件 他的立場是中立的 那既然是中立的 第一 他就不會出現聯合減產的風險 也不會出現報復性減產的風險 那只要不會出現聯合減產跟報復性減產 原油的價格自然就不會大漲 那原油的價格不會大漲 對於美股來講 根本就不會有影響 因為說真正最大的問題跟麻煩點 就在於說如果說原油價格大漲 那通膨一定是壓不下來 CPI一定會暴增 但是原油價格只要不漲 對於美國跟壓通膨 升息來講通通都沒問題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你去看 尾巴戰爭爆發出來之後 美股沒有跌 完全沒有跌 美股沒有跌就算了 連美元 美元指數連漲都沒有漲 所以你看 這完全就可以證明了 我們在上禮拜所講的 台股它真正的進入了 無敵新興的狀態 是吧 所以你看我們上週不是說隨便講講 這是從總金到產業再到獲利情況 這是有一套完整的邏輯 否則你去看 怎麼可能在連假期間 連續發生這麼大的重大利空 連續兩天 第一天是非農就業數據高於預期 第二天是 尾巴戰爭 尾巴衝突 連續兩天這麼大的利空 美股竟然沒有跌 真的就像我們講的 進入了無敵新興狀態 因為如果說 以正常情況來講 連續兩天發生這樣的狀況 第一天到窮大概跌個800點 第二天到窮大概也跌個500點 合計下來1000點差不多 但是完全沒有動 完全沒有動 所以我才告訴大家 要買真的就趁現在 尤其是雙十連假過後 不確定因素通通解除 很多的買盤一定會開始進場 而且你去看 美元指數這樣跌 美元只是這樣連續性的下跌 資金會去哪裡 資金當然就是去亞洲股市 所以其實一連串的邏輯你就會知道 今天的台股 它很有機會直接去挑戰季線位置 我帶大家來看 上禮拜我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你去看 台股目前的形態是長這個樣子 黃色這條線是月線 綠色這條線是季線 我們在上禮拜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一直跟大家強調 台股在連假過後 很有機會去挑戰季線的位置 大約是這條綠色的線 季線位置 大約就是大約是16720點左右 上禮拜五的收盤價是16520點 等於是200點的距離 真的不誇張 我們在連假前就告訴大家 會去挑戰季線 就是200點的距離 今天很有機會 可能說 因為說第一次挑戰季線 它一定會有一些壓力 你說要一次站上去 我認為難度是比較高 但是有非常高的機會是說 今天先去挑戰 今天先點到 可能會小小收口上引線 消化前高的賣壓 前高的賣壓消化之後 明後兩天稍微震盪一下 下週正式站上去 就往上拉了 就一股作氣就會往上拉了 因為大家要知道其實 對於法人 或是說對於一些 城市交易來講 只要站上季線 這是一個很關鍵 有空轉多的訊號 很多的追價買盤 它會開始進場 等於是說 季線這個東西 它有一點算是助漲跟助跌 只要站上去 上漲速度就會非常的快 所以把握機會 這幾天在一連串的事件下來 就可以證明一件事 台股真的是已經進入了 無敵新興的狀態 你說你在廉價錢沒有買怎麼辦 沒有關係 今天絕對還有機會 就利用今天的時間 打電話進來 或私訊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W178 W178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現在的台子期貨大漲了261點 足足261點 誇不誇張 你去看 你這樣放眼圈市場 到底誰會告訴你 在上禮拜 就上禮拜 上禮拜有誰會告訴你 這個禮拜三 台股會去挑戰季線 會直接開到季線的位置 還記得吧 等一下今天台股開盤 一定就是先上季線的位置了 大概是16700點以上 200點 足足就是200點 你去看 如果你說 昨天我們跟大家講 今天要漲200點 這倒是沒什麼 每股都先漲了 每股就漲在前面了 但是我們在上禮拜 雙十連假之前 就特別告訴大家 雙十連假之前 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禮拜三 台股會開高 台股開高機率非常高 而且會開多高 會開到季線的位置 剛剛好就是200點 有沒有 誇不誇張 現在期貨就是漲超過200點 真的就是漲超過200點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 就是了解產業加數字 我們就不會被一些 外在的東西影響到 你說 整個指數看起來 是比較偏弱勢 好像說季線下彎 月線也下彎 但是就像我一直強調的 這樣子的型態 只要說總金面沒問題 產業面沒問題 它只要一口氣 就能夠跳空站上去 今天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你看 我們在昨天也是 在我們的Light 大家可以去看 小老鼠的V178 V178 你可以拿起手機 用手機的相機 直接掃描一下 右下角的QR Code 你去看 昨天傍晚大概是6點 昨天傍晚6點 我這樣放眼全市場 也沒有任何人告訴你 今天台股會挑戰季線 因為距離季線位置還有200點 足足200點 沒有人會告訴你說 今天台股會漲200點 我們在上禮拜 就特別跟大家強調 台股會跳空 台股會跳空上去 一直到昨天 我還是跟大家強調 台股會跳空漲上去 他會去挑戰季線 等一下大家就可以 馬上下去做驗證 所以其實你去看 我在上週我還特別 跟大家講 就是說 你如果在上禮拜不買 一直到今天開盤 你會很尷尬 我上禮拜還把 今天會發生的狀況 你的心境 都先掩飾一遍給你看 有沒有 還記得吧 上禮拜我跟大家講 這個禮拜如果台股 開高上去 開到季線的位置 會發生什麼事 大家會很尷尬 我到底要追還是不追 剛剛好在季線的位置 要上也不是 要下也不是 現在追進去 可能又會有季線的反壓 現在不追 可能明後天又會站穩季線 是不是尷尬了 所以把握機會 我們的會員 在上禮拜 通通都已經買好了 包含一些大型的ODM 伺服器的代工 一些散熱相關的機殼 雖然是通通都已經買好了 你說如果在上禮拜 沒有進場 上禮拜不敢賣 沒有賣怎麼辦 這禮拜絕對還有機會 因為就像我想的 航行不過就剛開始而已 航行站上季線 不過就是剛開始 而且大家一定要記住 接下來台股一個月 一個半月 就是無敵新興的狀態 我們上禮拜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你去看 這個位置 有沒有 上禮拜我還把這個線圖畫出來給大家看 就上禮拜五 我們就單以技術面來看 很差 季線 月線 半年線 通通都是出現反壓的狀況 通通都是反壓 但是就像我講的 其實這樣子的狀態 只要一天就可以跳空站上去 今天就是會去挑戰季線 今天就是會大漲200點 就像我講的 真正的大魔王叫做美國關門 但是這一個半月內不會發生 所以台股就是吃到了無敵新興 所以真的是把握機會 因為說行情剛開始而已 不要覺得說 今天跳空上去怎麼辦 跳空不買 站上季線 它上漲速度會再更快 你說上禮拜沒買 今天明天跟後天 你還是得買 這真的就像我們講的一樣 你說台股的基本面沒問題 總金面沒問題 產業面也沒問題 早晚都要轉牆 技術面早晚都要轉牆 只要說技術面轉牆 你還是得進場 台股站上的季線 站上的月線 站上的半年線 你還是得進場 為什麼不要提前去買 是吧 今天也可以證明這件事 所以如果說不知道怎麼買 上禮拜沒有買 不知道怎麼辦 現在還能買什麼 打電話進來 今天很重要 因為如果直接跳空站上季線 接下來的速度一定會更快 因為季線它就是助漲助跌 我帶大家來看幾檔股票 今天當然說很值得去留意的 偉創 技嘉跟廣達一定要去做留意 今天這三檔 平均漲幅超過半根漲停板 差不多 漲停都有機會 偉創 廣達 技嘉還有廣保科 今天這幾檔都是有機會漲停板 至少半根漲停板跑不掉 先帶大家來看 廣達 來去看 廣達大概在這禮拜 這禮拜有機會就直接去挑戰前高 282塊的位置 廣達要去做留意 今天會很強 因為美朝偉在昨天大漲了8%以上 非常的誇張 廣達 有機會去挑戰前高 3231的偉創也是一樣 3231的偉創 我也是一直跟大家講 100元上下你要買就成現在 今天也是直接跳空開高上去 2376的技嘉也是 技嘉也是 技嘉的營收非常的漂亮 技嘉營收比我預期的還要好 本來想說 這個月可能會比上個月差一點點 結果沒想到這個月 比上個月又再更好 今天也是有機會 直接半根漲停板以上 廣達技嘉偉創 2301的光寶科也是 這也是今天有機會 直接去挑戰季線的位置 130元以上 可以去做留意 那像其他的 像是3324的雙紅 上週有講過 散熱族群 早晚也是要過高 今天有機會去挑戰前高 8210的秦城 秦城也是 今天有機會直接去挑戰 248元的前高 秦城也可以去留意 還有我們在上禮拜 上禮拜最強勢的一檔股票 3325的續品 今天也是有機會 像是2421的見準也是 以散熱族群來講 見準的位階也是非常的低 今天也是有機會 直接去挑戰 120元以上 季線這個位置 都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把握機會 今天台股 估計就是大漲200點 直接去挑戰 季線的位置 那不知道怎麼買 不知道手上持股 怎麼去處理 歡迎打電話進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將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空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